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字变量它的曲值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我们要在讲函数的极限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有方便的地方 因为既然数列就是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理解函数的极限 有的时候就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概念和函数极限的概念做一个比较 然后就很快就能够理解这个概念了 首先函数极限的定义 那么函数极限的定义这个情况比较多 也就是质变量它这个变化的过程情况比较多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种情况 X趋向正无穷 那么这种情况呢 其实和这个数列的极限几乎是完全类似的 相似度很高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数列的极限呢 质变量是正整数 跳跃的 对吧 而函数的极限呢 它可以 这个质变量呢 可以取 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取 实数 在某个范围内的实数 现在X区无穷 看一看 我们就直接来描述它的定义了 假设FX定义在A到正无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定义在某一个范围内 这是一个 请看 是一个半无穷的区 这边是无穷 但这边呢 是个有界的数 对吧 如果存在一个实数 A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极限了 请注意 极限是一个数 认给Y大于0 这就是我们说的 要多小 就有多小 这个要多小就来了 你随便你给个数 对吧 我一定找到一个大X 我们本来找到一个大N 现在我们实数了 所以叫大X 这个大X呢 在这个范围里边 当然要有定义的范围里边 当小X大于大X的时候 fx与函数和这个极限值 函数值与极限值的差 可以任意小 就是你给的 要多小 我就可以有多小 大家稍微对照一下 你发现没有 几乎一样 几乎一样 对吧 而且呢也是这样 这个函数值和这个极限的 它的差可以小到任意的 事先给定的程度 随便你给 但是有没有条件呢 有一点 怎么样 在那个数列里边 是像素要大一点 像素要大一点 其实就是质变量要大一点 现在怎么样 一样的 对吧 质变量要大一点 那么为什么定义在A造正无穷呢 前面没有定义行不行呢 显然不相干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情况 质变量越变越大的时候的一种变化趋势 前面什么情况 无所谓 就像数列极限里边 开始几项怎么样 哪怕一百项一千项 开始有现象的情况 不能影响它的趋势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说 当X 区正无穷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为A 或者叫收敛于A 记号呢 可以这样来记 X 区正无穷 正无穷 请注意啊 或者可以这样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和数列的极限是一样的 那么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 要和数列的极限比较 那么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 如果大家复习的时候 你还可以想一想 和数列的极限和函数的极限 因为刚才我说了 数列极限咱们讲了一整套的东西了 对吧 那么函数的极限 你看看这种荧光 你觉得它的一些性质还有吗 比如说唯一性 比如说有界性 比如说保耗性 保虚性 这种性质 对吧 运算性质还成立吗 这大概稍微想 思考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下面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测试X区相正无穷的情况 第二件事情 你考虑一下X区负无穷时候的 函数极限的定义 对吧 X区正无穷 质变量 在这个方向变化 越质变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函数的值 须向于某一个常数 X区负无穷呢 那可以想象就是X的绝对值 越来越大 但是它的符号是负的 那就往那边 对吧 往那边方向 最后这个FX要离A很近 那么在这个定义里边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一改呢 对吧 什么地方可以改一改呢 定义 定义要改一改 改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了 质无穷到某一个处A 对吧 因为 这一开始的地方 或者说正的方向 那个方向的一些情况 或者说 自变量的绝对值 比较小的时候的情况 那个 符号是负的 那个不起作用 不能影响它的变化趋势 所以呢 可以定义 负无穷到某一个A 还有什么可以变呢 这个常数 一个极限 一个常数 用不着变 用不着变 反正是一个极限 对吧 这个呢 不用变 为什么 要多小 有多小 还是这个数目 这个地方要不要变 这个大X怎么样 小了 小于你给的刚才那个 那个范围里边 要在那个范围里边 那么这个地方改成什么呢 X小于大X 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说很好 很容易 好 这个定义我们就 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就不再说了 大家可以 因为这个例子 我们 这个底啊 这个是个指数函数 这个中 这个题咱们做过的 记得吧 这个函数如果是 如果数列的话 就是Q的N次方 记得吧 这个A的绝对值小于1 它的极限是0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A的X 现在这个A怎么样 A的绝对帐小于0 A大于0 小于1 现在这个地方 差别的很地方 这是X 这是N 这是X 几乎一样的 对吧 那么大家想一想 那个时候 它怎么正的呢 可以同样的方法正面 同样的方法正面 甚至于这个时候 还比它还好一点 有的时候 写起来还好一点 什么不需要呢 取正不需要的 不需要取正了 因为我们这个X 对吧 是十数 不一定是正整数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不试的问题也不大 反正这个应该很容易 这个呢 而且我们在中学里学过指数函数 应该有印象 对不对 A 底小于1 大于0的时候 那个指数函数图像 大家应该记得 越靠近无穷的时候 它离X的越近 好 下面主要我们来做第二个小题 X Arctangent X 这是个反三角函数 X 区正无穷的时候 它能不能 它的极限是不是二分之二 那么怎么证明呢 怎么证明呢 搞办法咯 认给Epsilon大于0 没错吧 我们想要什么 想要 我们想要 要这个数字 要Arct Tangent X 减二分之π 这个数字是谁 如果写出来的话 我们知道 虽然我知道有一个同学 可能反三角函数应形 没有或者说 没有很认真的经过学习 但是大家知道 反三角函数我上一次讲过 反三角函数怎么样的呢 反三角函数 其实就是三角函数 这个 现在是反正切 反正切函数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反正切函数是一个周期函数 这样的 没错吧 这样的函数 正切函数 这是正切 当然了 在这个方向 在它的旁边 我们还有类似的 会重复出现 那边也有 那么作为反三角函数呢 我上次讲过 反三角函数 必须选一个 单 单色的区间 也就是 一个y 只能有 对应一个x 所以呢 那么我们选谁呢 显而易见 选在这一段了 因为周期函数 咱们只要选一个周期就完了 就选这个了 这是负二分之π 这是正二分之π 所以反三角函数 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图再画一下 我想大家应该很 不管你以前学的怎么样 现在就 从这个地方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这是谁呢 这是二分之π 这个图像 什么叫反函数 字变量和函数值 它们交换地位了 四二分之π 好 这张图 那好 这就是反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 好 那么x 须正无穷的时候 对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 情况怎么样 就不太难了 不太难了 对吧 这个是谁呢 这个就是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显而易见 r 可探积的x 它是 这个 这个函数的值 是在负二分之π 正二分之π 之间的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二分之π y 解 r 可 tan x 我们希望这个词怎么样 最后要小于y 希望它 要它小于y 要它小于y 那么这个词字小于y就是谁呢 也就是g 相等到完全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r tan x 大于 二分之π 减 y 没错吧 那就是一项了 没有什么 没有动 好 看一看 这是二分之π 你给我一个y 好 不管你给多少 给它多小 这个点就是二分 这个地方就是二分之π 减 y 没错吧 我现在什么时候这个 这个 这个 函数值能够跑到这个里边去呢 请看 r和tan x跑到要跑到这个上面去 什么时候跑上去呢 只要质变量 大于这个数就行了 没错吧 这现在就是x 只要x比这大就行了 好 那这个数是多少呢 这个是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这个数是多少 到那看看 到那去看看 到那去看看 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相当于在 这个地方小一点 这里 这地方什么 这个数其实就是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tan 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显然就是这个 对不对 你把它 竖过来看吧 那好 这个数显然是 就这个数 如果是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那么这个数就是 对吧 对吧 就可以看出来了 好 对照一下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所以 只需要 只需要 只要 如果 x 大于 tan 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OK 了 大x 取谁 那就取他就完了 取大x 你看 也不用取整了 大x 就这个数 对吧 tan 二分之π 减一什么 当小x大于大x的时候 就有这个数字 这样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了 什么结论 函数 这个函数的极限是二分之π 这个例子我们讲完了以后顺便讲另外一个一个例子 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就 由于这个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了 x 趋于 正无穷 对吧 r c tan x 等于谁 等于正的二分之π 哎 那么好 我的一个问题是 你顺便是能不能看 从 通过我们的证明 或者也通过图像 x 趋于负无穷 这个 反三角函数 等于什么 能看出来吧 如果你 不能证明 你能不能有点感性的认识 有没有 什么地方 显然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了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 这个两个呢 我们就不再证明显而易见的 x分之一 这是我们中序率就很熟悉的函数了 反比例函数 y等于x分之一 对吧 这个呢 不管x趋正无穷 还是趋复无穷 显然它的极限都是0 对吧 这个极限都是0 可以从 当然证明非常容易了 当然也可以 你想一想 那个图像 对吧 反比例函数 两支 两支 x大于0 也 x小于0 都是趋于0的 另外 指数函数 x趋复无穷 ax 它是等于0的 指数a大于1 那么指数函数的图像 像这种地方 有的时候 咱们当然不一定完全 这个 像这种结论啊 将来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这种极限都是最常见的极限 有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做别的其他的一些题 那么像这个题 对吧 这种结论应该你通过中学的知识 就应该记得很清楚了 对吧 当然你要证的话 所谓是用epsilon 大x的语言也好证 但是呢 这种我们就不在 在这儿课堂上 我们就不再验证了 对吧 大家自己 回忆一下这种图像 你把结论记录就行了 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a大于0的 指数函数的图像 大家可以看 x虚负无穷的时候 它将越来越靠近 或者说 离这个x轴啊 要多接近就有多接近 对吧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 那么这个黑板上写的这些 大家应该很熟悉 很熟悉 当然有的朋友说 那没有什么难度 我肯定能记住它 对吧 不一定 将来在有的时候 尤其像这个 这个 就是指数函数啊 求极限将来犯错误的同学很多的 很多的 你不一定印象那么深刻 为什么这个要特别强调呢 你看见 看见没有 指数函数 自变量 趋向于无穷大 正无穷大和负无穷大 它们不一样的 从图上来看就是这样 你看 自变量往这边走和往那边走 这个函数值的趋向不一样 好 那我们下面就出来一个 刚才是一个x区正无穷 同时我们也说了x区负无穷 下面我们说要x区无穷的情况 什么差别 前面没有正负号的 那什么意思呢 看一看定义 是函数定义在x绝对值大于a 如果存在一个常数大a 认给y大于0 可以找到大x 当x的绝对值大于x的时候 fx-a 要多小就有多小 和前面的有什么差别 次变量不是在一个方向上 两个方向都得有 就是不光x趋向越来 在正的方向绝对值越来越大的时候 函数值要做到这一点 x如果是负的 绝对值越来越大的时候 也要满足这一点 两边都要满足 那么显而易见 这个条要做到这一点 比上面那两个x区正无穷 x去负无穷要求怎么样 要求高了 上面那两个只是都是一边的 或者我们叫做单侧的 要么去正无穷 那是一种情况 对吧 要么去负无穷 那是一种情况 单侧的 这个怎么样 两侧都要满足这一条 那么这种情况叫x去无穷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为a g号呢 没有这个无穷了 没有这个加减号了 没有加减号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显而易见 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 要求比前面两个高 要前面两个都满足 才满足 这个定义才能满足 对吧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件事情 从定义就可以知道 这个x去无穷 等于a 它充分比较条件怎么样 两个单侧的无穷的极限都要有 而且它们必须是相等的 两个左右两侧这个无穷 x去无穷的极限都要有 而且是相等的 这个极限才存在 当然它存在 它们俩一定存在 那么 由于这条判别的条件 判别的条件呢 咱们马上就 又得到这个结论了 x去无穷 没有正负号的 x分之一有极限的 对吧 但是r 个探紧的x x去无穷 它没有极限 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个函数在x去正无穷 和负无穷的时候 都有极限 但是x去不带正负号的无穷 这是双侧无穷 它就极限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存在吗 看这张图就明白 看这张图就明白 对吧 x去 这个 这个 a大于1 对吧 a大于1的时候 x去负无穷 有极限吧 有的 但是去正无穷呢 从我们的图形上 就可以看出来 怎么样 它不可能去向一个固定的长数 所以 这边是有极限的 有长 0 这边这个极限不存在 从图像上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个函数极限存在吧 也不存在 这是我说的 有的时候很容易 不注意 疏忽了 诶 明明看到这个符号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它是个单侧的 而双侧的无穷 很容易把它当成单侧的 好 那么这个两个极限之间的关系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对吧 我们来看图像 意思呢 x去向正无穷 就是这个图了 蓝色的一条一个长数 红色的是函数的图像 什么意思 红色的和蓝色的 他们的指间的距离 要多小 有多小 对吧 要多小就有多小 有点条件 什么条件 看第二种 这是x区负无穷 函数值和长数的距离 要多小就有多小 也有点条件 什么条件 次变量要负的 绝对值大一点 负的绝对值大一点 也就是朝那个方向 对吧 好 最后一种情况 双侧极限 什么意思 要满足这一点 两边都要满足 有一个长数 四变量往这边走 距离它的 离这个红线 红的线和蓝色的线 直线 直线的距离 能够做到 要多近就有多近 同时 在左侧 左侧 这个曲线 也要做到这一点 和这条直线距离 要多近就有多近 所以很容易看出来 如果有这一条满足了 上面两条都满足 上面两条同时满足 而且这个A还要一样 下面这条才能满足 好 X趋无穷 咱们讲完了 这里边其实包括三个情况 X趋向正无穷 X趋向负无穷 X趋向于 双侧无穷 下面第二件是 下面我们要讲 X趋A的情况 A什么东西 一个点 看看 先看定义 因为咱们这个定义 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这种写法 所以咱们就 一开始就看定义 看一看能不能理解它 函数定义在A的趋星领域 函数定义在A的趋星领域 什么意思 以A为中心的一个开区域 对吧 但是去星的 那就是A这一点 有没有定义 还无所谓 你有定义没有定义不要紧 第二 如果有一个实数A 那就是谁呢 那就是极限了 请注意 如果有一个实数A 认给Y大于0 随便你给吧 要多小有多小的那个数来了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delta大于0 当这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函数值离A 离这个大A 就可以做到有多小 你要多小我就可以有多小 有点条件 什么条件 X离这个小A怎么样 要近一点 是不是这意思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X去小A的时候 Fx的极限为大A 或者叫收连于A 记号呢 好 X去A的时候 Fx的极限等于A 或者呢 也可以这样写 那么从定义来看 这个函数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几点 先看一看 下面我们还要解释 这个极限 为什么刚才说定义是去星领域呢 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讲这个函数 最后怎么样 一个变化趋势 它这个X靠近A的时候 越来越靠近A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最后 或者说离那个长数 能够到任意捷径的程度 你要多捷径 你就要多捷径 但是请注意 我们讲的是趋势 我没有讲到这点怎么样 趋势 对不对 趋势就是一个发展的情况 所以到了那是什么样 不是我们研究的 我们不研究 到了以后 你可以等于这个数 你可以不等于这个数 哪怕你根本不能到这个点 也无所谓 咱们是讲趋势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我们讲的是趋势 所以跟这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定义 这个极限 与F 在A的领域外的值也没有关系 什么叫领域外呢 这是A 这是一个领域 可能很小 我这儿画的还比较大 A-Y A-Δ A-Δ A加Δ 对吧 一个小范围 A- 减去一个数 A-去 比如说叫做α A加α 外面的数 函数值 跟这个极限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干嘛没关系 我们是讲的 自变量 往这个地方变化的时候 它的变化趋势 因为圆的地方 不相干嘛 对吧 像这种地方 哪怕你有定义的话 没有定义的话 都不相干 我只是要研究最后这个地方 它的变化趋势 这个地方 一个小范围里边 所以这个你 外面没有跟我不相干 所以这个定义 你看 只要定义在一个 去星领域里就行了 也许很小 这个领域 也许只有一厘米这么大 一毫米这么大 可能的 非常小 咱们就研究 这个小范围里边 它的变化趋势 好 那么图像来看一看 什么意思 X等于A 这是有一个常数 看到了 常数 字变量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值 就是这个 字变量 像这个A靠拢的时候 趋向于小A的时候 这个函数值 你看 离这个大A的值 都越来越接近 或者说这个接近的程度 要多接近 就有多接近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 这是大A的话 这是大A的话 这个曲线 你随便你给多小一个范围 随便你给多小一个范围 Y 随便你什么给 当然我不能写 画得太小了 太小可能看不见 对吧 A加Y A-Epsilon A-Epsilon 这条带子 小小的 宽度为2Y带子 随便你给的多窄一个小带子 我这个函数是怎么样 黄色的 都能进来 在靠近A旁边 我都能进来 但是进来的范围可能很小 说不定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小范围 我进来了 没错吧 那么也可以看出来 X去A去Z点A 它是一种什么极限呢 双侧的 左右两侧都要有这件事情 没错吧 左侧要有右侧要有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小题 用定义验证X去A logX的极限是零 第二一个 证明这个函数的极限 是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地方和前面的收尾 就是X去无穷有点不一样了 X去无穷和这个数列里面 N去无穷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收尾有点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 用定义验证有什么变化没有呢 先看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咱们还是老办法 定义什么意思呢 就是认给Yi大于零 我们要证什么 要证 要这个函数 logX减零 它是谁呢 它当然其实就是logX了 log绝对是X log绝对是X 那我不写了 就是它吧 要它小于零 又小于Y 要它小于Y 没错吧 函数值 离这个常数要充分小 随便你给吧 这个式子什么意思呢 G 这个G就是 就是充分不要 对吧 这个不等式就是谁呢 logX大于负Y 小于正Y 没错吧 这个式子要写出X来 你能不能写 能写吧 我估计多数人都能写 但是为什么你胆怯的很呢 我几乎没听到什么人说 行 有吧 行不行 你胆子很小嘛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轻啊 中学里学过这个怎么有 学过吧 学过 你那儿学过吗 学过 对吧 这些东西应该很熟练 你应该很有把握 指数 这个等式要怎么样 那很简单 方法很多了 一个就直接考虑对数函数 第二个我两边用对对数 用指数做它的底 对吧 现在这是个对数函数嘛 好 这个不等式 那要这个不等式 也就是 也就是 其实完全是充分不要的 也就是谁 也就是X大于1的负Y 小于1的正Y 那就这个了 没错吧 再写一步 也就是这种负 我这几个G 也就是这个符号都是同样的 什么意思 充分不要的 有它能得到它 有它也能得到它 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不能说我再改写一步 往什么方向改 你说我下面要写什么了 你知道吧 我要写什么 这个同学说 对 这个同学说得很好 我要写它了 写谁 X-1小于 1的Y-1 大于 1的负Y-1 为什么要像这些 我要看X要保证这个字字 X离一要有多近 我现在不知道要有多近 这个Δ我不知道 我得把Δ找出来 就是X字变量离这个小A要有多近 现在我看出来了 X-A只要大于它小于它 那么请注意这个数是什么数呢 负数 这个数呢 是正数 对吧 那相当有点像什么 现在X在这 对吧 这是1 这是1 对吧 这个数呢 是Y-1 在这 没错吧 这个数呢 是Y-1 -1的负Y-1 没写好 我没写好 这个是零 这是零 这是零 对吧 这是零 这没错吧 一个是Y-1 1的Y-1 大于零的 1的一正常减1 小于零的 现在这个零大概在当中 那么好 你看啊 现在就相当于 X-1 加在一个负数和正数当中 那你想 那你想我们取这个 第二个怎么取呢 其实相当于现在这儿有一个数 这儿有一个数 咱们显然应该取什么 太好了 也都可以说得很好 显然要取这两个里边什么样 离它 离零点要小近一点的那个 谁更近 谁就好了 取小的那个 对吧 取这两个里边小的那个 好 那么这俩谁小一点 当然两个吧 一个嘛 你就 就是看一看 他小还是他小 请注意 这个数如果乘上这个数 这个数如果乘上1的正Y-1 就是他了 不过插个符号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绝对值 他的这个数乘这个数以后 绝对值就跟他相等了 那么乘的这个数 大的还小的呢 大于一还小于一的 大于一的 所以显然 这个数的绝对值比他的要大一点 是不是这样 当然有的人说 哎呀 我一下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 写两个里边小的一个 所以取 delta等于 可以可以这样 小的一个 那就哎 我别讨论了 谁大谁小 我我弄不好 那你什么呀 1的Y-1 还有一个谁 1-1的负Y 可以吧 可以 那小的一个 那么当然也就可以取这个 其实其实这个比他的绝对值要小 他要乘上一个大于1的数 1的1重次方才能等于他 对吧 所以请注意了 当然也可以取他 那么好 当 x-1 小于delta的时候 delta有了 大于0的时候 其实大于0不大于0都无所谓 因为我这个题目里面 这个x是可以取1的 对吧 好 就由 logx-0 小于1 所以呢 极限logx x去1的时候 它是等于0的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当然了 可能 看起来 或者说理解起来 并不是特别困难 但是这样 要掌握这样一种极限的 验证呢 就难度比原来 数列极限的验证又要难一点了 就要难一点了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x是双向的 而且呢 x 去向一个点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题 这种题就是 大家 我曾经讲过 我们做这类题呢 但是并不一定要求你完全掌握 这种Epsilon Delta的语言 这应该说还是真有难度的 但是需要你 通过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语言 它是怎么样来发挥作用的 好 下面看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呢 那就是认给Epsilon大于0 随便给咯 对吧 好 要谁呢 要 好 二 x 平方 加 x 减去三分之一 这个数等于什么 我们先 我先把它写出来 对吧 三分之 x 平方 加 x 上面呢 通分以后 这是六 那就是x 平方 加 x 减六 要这个东西小于一 那么当然了 又碰到老问题了 怎么样 这是一个不等式 如果跟上面一样 我们上面其实说穿了 上面就在解不等式 只是到这一步 这个记忆 看这个就是解不等式 一直解到这 其实就解出来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往下做呢 还要找一找看 x 离 a 要多小才行 要把那个 delta 找出来 所以往下写了一步 最后看出来 这个左右两个谁小一些呢 谁的绝对是小些呢 这个小些 所以 就可以把 delta 找到了 对吧 好 现在这一步呢 咱们如果要解不等式的话 怎么样 能解吧 可能能解 在座可能有不少同学都是会解的 虽然是个绝对之不等式 而且是二次的 我估计多数 有相当多的同学能解 但是解起来怎么样 相当累 相当累 写出来这个 一个不等式 最后 x 的这个解啊 解的表达式也相当复杂 好 那么咱们怎么办呢 老办法 怎么办 适当放大 行了 我先在这儿写一写 待会儿 咱们就先把大概写一写 好 那么由于 好 x 放大了 我来大概先放一幅 第一步 这个山不要了 这个山要他干嘛 除山总共比不除怎么样 要小 你除了小了放大 三不 有什么害处吗 当然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 简单点 咱们就好一点 三不要了 下面现在能做什么事情 能扔掉什么东西吧 现在不大好扔了 不像那个 n 好扔 n 因为是大于等于零 大于零的 这个地方就不大好扔了 但是能不能扔呢 好 想一想 上面呢 把它写成 x 因时分解 x 减2 x 加3 请注意 出来一项 这一项一定是需要的 为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不出现x 减2的话 一般出来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有x 减2 我才能很小 我是要x离2很近以后 这个式子能很小 所以必须会要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不出现咱们就不好断了 这个是我们要的 其他东西我们希望怎么样 给它放大 怎么放呢 不大好放 大家觉得难处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这两个难处 第一个 x 说不定负的 所以这个封母上就不大好弄了 如果x 是正的就比较好弄了 这是一个难处 第二个难处 还有这个 哪怕x是正的 也不大好办 为什么 x 可以靠近0 x 如果靠近0的话 这玩意就不好弄了 在封母上靠近0的东西 封母上很小 你怎么弄 不好弄了 它可能靠近0 靠近0 它的倒数是非常大的 你怎么弄 不好弄 第三 分子上这个x加3 放大怎么放 请注意提示大家一下 别忘了 咱们这个x是非常靠近2的 想一想 休息一会